好的各位觀眾 那我們來到了這次除了天牛外 高難度最後一關 點獄掌 就是正負點獄掌 那基本上敵人女性七職 你都知道要上誰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那個好像有點兇殘LV3 好啦我們就選這個寶三的傑克 傑克大腿 然後放一個斯巴達克斯配上虛速魔術 後面放個安徒生補血用 然後嘲諷腳學妹跟最後狗言参喘的狗哥 就是DA習慣的一個老套路 那我這邊會放斯巴達克斯主要原因是因為小兵是槍職 那傑克打他們沒有什麼有事 所以我會斯巴達克斯事實的情況下來講 用他的寶具來清除小兵會比較有力 對 他的寶具來清除小兵會比較有力 至於斯巴達克斯是帶50NP 或者是像黃金相撲禮裝那種也可以 就是或者是寶具威力上升的50NP禮裝都可以 那只是看大家的需求 那我們開場先丟這個 這樣就直接可以放了 然後二、三季30NP跟紅魔放 我們開場就炸 至於變清要不要先開始吸收傷害還不及啦 等一下 那就是開炸 然後直接兩個Q卡下去 回收一堆星星 等一下再打暴擊 好 應該沒死 好 都剩6000跟3000 OK 就不用凶洞他沒關係 嗚喔 嗚喔 喔 很好很好 攻擊段數高 那接下來 我們就先累積NP吧 嗯 A卡帶頭 然後AQ 運氣好搞不好NP等下就滿了 幹沒有 氣死 好NP沒有滿 那我看喔 先把小兵清掉一隻吧 這樣 因為我不確定斯拉 不對其實斯拉達克是可以 其實斯拉達克是一個人就可以解決了 沒關係算了 好 感謝NP全滿 然後這邊 我們就先 幫自己補個血 外科手術 然後 看喔 要不要嘲諷還是 先開這個 回血 好就這樣吧 這樣 嘿 多累積點星星 其實也可以考慮配 不行斯拉達克是B卡打不死第二隻 放棄 那就還是這樣吧 因為一定可以收掉吧 很好 11萬 進入break狀態 然後再來可以避免他用一個全體加氣 剛好在第三回合的時候 避免他全體加氣 還有一個雙攻擊力上升 OK 好 毅力發揮 對 第三隻小兵有攻擊力上升 紅魔放再加毅力 乾脆抹掉算了 欸 抹消他的強化狀態吧 這樣他打人就不會那麼痛 好 拆 然後 收他 因為他 我怕他打在傑克身上會有點痛 我們用寶具收那個雨蛇神就好 所以傑克的EX拿來打小兵 好 加了NP 乾 你又放一次 不要臉 好NP又滿了 然後斯巴達克斯好像23技轉好了對不對 我記得 還不行 還有兩回合 那再歸一下吧 他還會回血嘛 再加上 暗圖身寶具等下可以補血 不要 不要不要 那我要這樣 好 因為這回合星星這麼多嘛 當然全部都給傑克一個人收滿 還是這樣比較好 一堆星NP又一堆 再見 哇真的是遇到女性騎職傑克就殺手 不一定要騎職啦 女性傑克都把殺手 欸剩200多 不要這樣好嗎 我剛剛才誇你 算了 然後 看喔 那就輪到 看一下 這樣 好了 請你仔細看耶 斯巴達克斯還滿能撐的耶 意外的能撐 哇 血又回到4000了 好強喔 真不愧是我的愛將 好 然後23技再開 開炸 那炸下去之後 後面會有更性 發作 所以就 串三個紅卡吧 那就先上傑克 然後斯巴達克斯 打第一隻的剩下血量 好 如果爆擊搞不好也可以一次收 哇 斯巴達克斯竟然放到兩次寶具耶 超賺 OK 收掉 好 那這邊就 傑克直接先來給梅芙一刀吧 然後剛好還有AQ卡 好啊 就是這樣 一刀直接進break how no no Ame Mariada Deepa 好 直接打進break 還有78的NP 傑克的Q卡真的是凶殘到沒有人性 然後 小兵上了嘲諷 沒關係 小兵血才3萬 那我們就靠 三張紅卡吧 好,先回血 我們來靠三張紅卡 啊!我又忘了開安徒生的一技 算了算了,太少用了 應該可以收掉吧 好不行,差一點點 好,安徒生再見了 馬修上來 不需要拆buff了吧 好,我這樣多打一點星好了 其實是可以接其他人的卡就好了啦 這樣可以多打眉符一點 不過我看 我看的是我們的傑克NP也差不多要滿了 所以 好啦,滿了 學妹身上的2技丟給他,結束 不管 要贏得漂亮,拆個強化 好,就跟你玩機器人大戰 就算BOSS鞋子這1000 你還會熱血魂必中必閃 努力幸運 然後什麼東西全部RD不打開下去就對了 這就是對敵人的尊重 好,結束 眉符就這樣一刀被我們送回家了 這樣子 眉符的靈翼拳也拿到了 雖然我們還沒有眉符 不過不瞞你說 當年我日版還真的是為了眉符靈翼 特地去抽了眉符的 好啦,那基本上現在關卡只剩下天牛了 我的山翁單挑還在進行中 請稍後,我們下次見 掰掰